我们这棵蓝莓在成功兽粉之后呀 它长得特别特别旺盛 然后每一个这个花上面呀 都变得这种 都变成了这种特别大的这个蓝莓 就是以前 你看以前这棵树 我们家以前这棵树去年 之前吧 我们都 我都从来没有管过 然后它就每一次 只上面只长了 大概十几个蓝莓吧 今年呢 我就把它修了修汁 然后施了点肥 做了一下人工兽粉 所以呢 今年这棵树 就是大丰收了 整个这棵树上全是蓝莓 然后并且这个蓝莓长得特别大 你看这个小枝上面呢 长了这么多的蓝莓 它都是很大很大的 蓝莓人工兽粉呢 我看到之前有些人介绍 用一些小刷子啊 那小毛笔呀 还有那个小的棉签呀 就这些 其实那些我觉得都不是特别适用 因为你看它这个 这个花瓣特别小 然后你用那些 那就很难弄进去 弄进去的话 它就我就感觉不是特别好用 所以呢 那么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用电动芽刷 那这个呢 就特别简单 比那些什么棉签啊 小毛笔啊 小刷子啊 那些要好用很多 这个就是在你这个电动芽刷头啊 要换的时候 你看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芽刷头 这个旧的已经不太好 要换了 然后呢 我这个是新的 那么在换之前呢 你就用这个旧的芽刷头 去把这个蓝莓 我们来做一下人工兽粉 你看我们给蓝莓兽粉的时候呀 我们就是用这个电动芽刷 对着这个小花 每一朵小花这样抖一下 其实你这样抖一下 它其实就 你这样抖一下 其实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掉落了 那它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对着它底下的这个小口子里 用一下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牙刷的这个尖呢 你看这个小沙尖里面 扎到这个里面一边 扎到那个酒里面一边 就是那个小 每一个这个小小灯笼的口里 你可以往里扎一点 它自然就会把那里面的花粉呢 它就会互相 互相之间就抖 抖动到一起 你看到这个小牙刷尖没有 它上面有个花粉 你就把这个小牙刷尖 插到这个 这个小的 这个 这个小灯笼里面去 然后你这样让它抖动 它就可以给花粉 就可以给这个 每一个蓝莓啊 每一个蓝莓花 然后做兽粉了 它也很快速地 然后你就这样 插进去一点 然后它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受粉了 蓝莓呢 你就一定要记得 剪旧枝 留心枝 你看心枝呢 这些全部是 新长出来这种细细的 这种小心枝 它上面就会开 很多很多的花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结很多果 旧枝呢 它基本上就不怎么长 你看这个旧枝 这个就是那个 很粗的一个大旧枝 它上面就 结了一朵花 然后这种小的心枝 上面每一个上面 都结了好多好多花 你看 这个小的心枝 上面都开好多好多花 所以呢 你修剪蓝莓的原则呢 就是流心枝 剪旧枝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旧枝 上面就只有一朵花 所以呢 你想让这个蓝莓 增产呀 就是说 它这个都要受粉成功的话 你就用这种 这种办法 这个震动 震动之后呢 然后它就基本上 就是 就都能受粉成功 然后它就会长成蓝莓 它受粉成功之后呀 它就会从这个 后边的这个地方 就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底下 它就往上长 长这个托儿 然后呢 它慢慢慢慢 就会长成一个蓝莓 瘦粉没有成功的话 它就不会有这种 就不会长这种大 就是这种 很厚的这种托儿 它就会比较小 这个呢 是在我们这个 瘦粉之前 它这个花就已经掉了 然后我就感觉 这个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 瘦粉成功还是没成功 就很小 你看到没有 它也不是不长 但是它就好小好小 所以也不知道这个 是跟瘦粉有没有关系 但是你看 就是在这个之后 这是最先长的 然后之后我们长的这些 它好大这些蓝莓 你看这些蓝莓都长得好大 这是瘦粉之后 长出来的蓝莓 今天就长了好多 就是因为 我把它处理了一下 剪了汁 然后湿了肥 注意蓝莓就是喜欢 这种酸性的土壤 要湿这种酸性的肥 那么这个方法呢 也就算是一个 瘦粉的小表彰 你们可以试一下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